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们不仅用海来形容它的波澜壮阔和湛蓝一片 更将诸多的传奇故事和神秘猜测 悉数都送给了它 塞里木湖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波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首府伯勒市境内 在壮阔雄伟的西域高原上 塞里木湖就犹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 镶嵌在群山间 令人无比惊叹它的美丽 这里的湖水 常年湛蓝一片 清澈透明 窝光淋漓间 这片有着蓝宝石之称的湖水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距离塞里木湖三千多米的地方 是一望无际的海西草 每年盛夏时节 如荫的绿草和盛开的野花 为这里带来勃勃生机 在此短暂放牧的牧民 希望这方水草能为它们一年的生活 带来好运 正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塞里木湖很少被外界所打扰 这一方面使它成为人们口中 难得一见的人间仙境 另一方面也由此让人们 对这座有着蓝宝石美誉的湖泊 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在新疆众多内陆湖泊 逐渐萎缩和消失之时 塞里木湖这座高山间的封闭湖泊 不但风采未失 反而越发生机盎朗 它宽广与纯净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隐藏在其间的地理奥秘都有哪些呢 为了探查有关塞里木湖的诸多谜题 地理中国设置组 邀请到地质专家李易祖 一同前往新疆北部的 接下来对塞里木湖最大的印象 就是它的湖水异常美丽 这么一个蓝蓝的湖泊 为人莫刻到这一看 哎呀太美了 水添一色 李老师说 之所以塞里木湖有着深蓝色的外表 这和它的地形位置 湖深以及湖水中含有的某些特殊物质 具有极大的关系 由于塞里木湖处在海拔达2000多米的高原地带 预照充足 加上湖水清澈纯净 能见度极高 因此 含有的某些特殊物质 在阳光反射以及综合因素的影响下 会使湖水呈现出一种极致的蓝 那么 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物质呢 它们是如何进入到湖水中的 李老师说 要想了解这个 得先尝尝湖水的味道 什么味道 稍微有点咸味 你感觉什么味道 我怎么觉得还有一点点甜 但是有一点点甜 好像确实有一点点咸的味道 对 实际上是非常淡的咸味 是不是两边的 就是四周的这个要稍微偏咸一点点 对 那么湖中心的咸味是比它更浓一点 浓在底下 集中 这个口感特别独特 我早上吃糖了你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 看似湛蓝纯净一片的湖水 竟然泛着淡淡的咸味 李老师说 这和湖的形状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个湖是个封闭的湖 高山地区日照时间又长 无形中湖水的蒸发量就很大 蒸发 那么这些个含的盐东西呢 就沉淀在这水里头 所以有咸味 那么赛里木湖算不算是一个咸水湖呢 李老师告诉我们 要想了解这个答案 只需看湖水的含盐量 也就是矿化度的含量 它是判断湖水类型的一个重要指标 按这个标准 湖水可以分为淡水湖 微咸水湖 咸水湖和盐水湖四类 一般淡水湖的矿化度 要小于一克每升 微咸水湖的矿化度 在一至二十四克每升之间 咸水湖矿化度 在二十四至三十五克每升之间 而超过三十五克每升 就成为盐水湖 那么赛里木湖 湖水的含盐量究竟如何 经过当地环保站工作人员 对湖水的取样化验和检测 考察队确认 赛里木湖水质的各项指标 都在优良 矿化度每升三克左右 也就是含盐量 每升三克左右 在湖水分类中 算是危险水湖 含盐量不算太高 营养程度中度 那么它又是如何形成今天这个四周壁测 形状椭圆的危险大湖的呢 在湖岸边一条绵延几百米长的高大雅体前 李老师指着其中的石头 让我们仔细看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土层里夹的这些石头 很少的被磨圆的 都是角力状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山上的坡击 是流水 把山上岩石粉碎了以后 坡击下来 顺着山坡下来沉积在这了 现在随着可能是湖的下降 又把它这给侵蚀 造成这么一个抖壁 李老师告诉我们 从这些形状依然坚立的石头 可以推断出 这应该是从周围高山上 冲击下来的泥沙碎石 常年累月 经过一层层的堆积和湖水的侵蚀 慢慢将底部掏空 形成了上面直立的大型墙体 站在湖边 李老师指着前面的雪山 和湖边高高矗立的墙体 他告诉我们 这正好能说明 塞里木湖湖盆形成的过程 大约七千万年前 喜马拉雅运动成就了天山山脉 周围许多高山隆起 形成了众多断线盆地 而塞里木湖所处的位置 就是其中一块 天山积雪汇聚成巨大的水流 沿着断线山体 不断汇住到盆地中 填满了塞里木湖的整个盆地 一些山体被流水冲刷下来 带到湖盆周围 形成今天这样壮观的崖体 而塞里木湖的湖水之所以蔚蓝一片 并略带咸味 那是因为山体中有大量含有 丰富矿物质的碎石被带到湖底 随着水分的长年蒸发 和矿物质的不断沉淀 塞里木湖逐渐成为了一个 风景秀美 多姿多彩的危险水湖 那么和同样地处新疆内陆 现状却并不乐观的 爱比湖罗布泊相比 塞里木湖为何会是如此 欣欣向荣的景象呢 专家们发现 塞里木湖和罗布泊爱比湖 同处新疆内陆地区 均属封闭型湖坡 受干旱气候影响较为明显 湖水蒸发量大 含盐矿物质集中沉淀在湖水底部 三座湖坡逐渐由淡水湖 变为咸水湖 在随后的阶段 罗布泊和爱比湖 由于外来水源补给量日渐减少 直至最终被完全切断 终于演变成一个消亡 一个逐渐萎缩的结局 而相比两座湖泊的衰落 塞里木湖呈现出的 却是蒸蒸日上的景象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在爱比湖和罗布泊 逐渐荒芜消亡之时 为什么只有塞里木湖 还能焕发出如此动人的风采 它会像爱比湖和罗布泊一样 最终难逃 死亡之海的厄运吗 在对塞里木湖及周边区域 进行过进一步考察后 专家们发现 塞里木湖湖水的主要补给源 来自于冰川溶水 在湖盆西部的高山地带 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条冰川 其中一座名为查干锅勒的冰川 成为塞里木湖最大的水源补给地 每到溶水季节 大量的冰川溶水 会以河流或地下潜流的形式 汇聚到湖盆中 为塞里木湖带来充足的淡水资源 那么这座冰川现状如何 它的发展变化 又和塞里木湖未来的命运 有着怎样的关联 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并探查出塞里木湖 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 考察队决定 对其最大的水源补给地 查干锅勒冰川 做一次详尽的考察 一大早 考察队人马背骑整装待发了 由于前往冰川的路途遥远而艰险 没有县城的路可走 只能骑马行进 一边的李老师 也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 在新疆这片地方 工作生活了几十年 对于骑马 李老师早已轻车熟路 终于一切准备妥当 考察队一行十人出发了 考察队从海拔两千多米的塞里木湖出发 前往海拔四千一百多米的 查干锅勒冰川 途中要历经多处险滩 深谷和陡坡 最后才能到达 向导预计 整个行程大约需要近十个小时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队一行渐渐远离湖区 进入到山间密林中 向前骑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眼前一马平川的草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坡度达七十度以上的陡峻山崖 对于初次骑马翻越陡崖的设置组来说 在颠簸的马背上 行走在如此细窄的山路间 旁边就是深达一百米的直立峭壁 这一切不免让人头皮发麻 胆战心惊 此时一静中午 按路图显示 还有将近五六个小时的路程要走 向导让大家稍作休整 就在这时 记者突然发现 马匹的身上出现了一道伤口 向导说 这也许是马匹背负的物资过重 加上记者有些紧张 脚灯过于用力 马匹被缰绳磨出了伤口 向导捡轻了马匹的负重 并重新整理了僵绳 此时前方出现了一座毡房 考察队决定 大队人马先在此修整片刻 为了能有充足的体力 应对接下来更为艰险的路程 队员们开始补充食物 正在这时 记者发现 李老师尤其疲惫地躺倒在了一旁 李老师你还好吗 你还行吗 不行能吃饭吗 能吃就能看 我看你躺得特别累吧 我这腿不能全你知道吧 身直到 而且鞋都湿了 辛苦了李老师 你再吃什么给你拿 不要我吃了 再吃一个 不是不是我吃好 在野外工作了几十年 李老师的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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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队的最终目标 查干锅勒冰川将越来越近了 等待考察人员的将会是什么 突然远处的高山巨兽开始四处逃窜 似乎有什么危险即将降临 就在向导提醒队员们注意之时 冰雹从天而降 都知道下冰雹了 这眼牦牛都知道下冰雹了 都跑啊 李老师告诉我们 在高原地带 海拔每上升一千米 温度就会下降六摄氏度左右 高山气候逐渐加强 就会出现雨雪冰雹等异常天气 而随着海拔的升高 这样的恶劣天气也会越发频繁 终于向前行进了两个小时左右 考察队来到了传说中 令人胆寒的死亡河谷 此时一到下午 死亡河谷的水量突然明显增多 波涛汹涌间一股逼人的气势 呼面而来 见此情景 领队要求每一位队员过河时 都必须做到果敢坚定 因为马背上的人稍有一丝游疑 就会影响到马儿的判断 有情无险地顺利过河后 考察队一鼓作气又骑行了大约三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查干锅勒冰川的脚下 虽然此时 科考队距离冰川顶部 只有短短二三百米的路程 但由于已经接近冰川 四千一百米的顶峰 高山缺氧的症状正在加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察队立即开始寻找相关证据 就在这时 记者注意到 原本纯白的雪面上 却是污浊一片 李老师说 事实上 里面依然是积雪洁净的模样 这都是碎石渣 还不是会有风沙吹过来的 就是上到碎石崩裂了以后 那些个碎坟飘下来 冰啊 爆冰的味道 这就不是雪了 这就是上到雪压计 最后就是再接近吧 成了小冰润 这些就是零血 李老师说 从这些沥雪中可以追溯冰川行程前的样子 在高山寒冷地带 刚刚降落的新雪疏松而多孔 呈六角形状 由于高山地带温度低 往往新雪还未融化 后续的降雪又持续堆压下来 渐渐将空隙大的地方捕食 冰的密度增加 孔隙度降低 冰晶就由原来的六角变成圆形沥雪 直到越来越致溺 之后雪层再度加深 失去透气性和透水性 最终变成了密实的冰川冰 冰川冰形成后 经重力和冰河之间的压力 沿斜坡慢慢向下滑 逐渐就形成了现在雄伟壮阔的冰川 而沥雪聚集的低洼地带 很容易形成考察对眼前的沥雪盆 它就是冰川冰形成的摇篮 李一祖说 从沥雪转化成冰川冰 需要数年至数千年的时间 然而近两年来 冰川的融化或退缩 却比它的行程要快得多 李老师说 这和当前的全球气候变暖 直接相关 果然 当考察队将目光再次投向 查干郭勒冰川时 它扮演的身姿 似乎印证了李老师刚才的说法 那么 查干郭勒冰川的现状 究竟如何呢 接下来 考察队对查干郭勒冰川 进行了一系列的趋势症和探测 最终得到的数据是 查干郭勒冰川现在的面积 已经缩减到32平方千米 和20年前的40平方千米相比 冰川将近消失了近8平方千米的面积 冰川快速消融后形成的巨量溶水 向下游的赛里木湖 源源不断地输送淡水资源 也正是由于这些淡水的注入 多年来 赛里木湖湖水中的咸度 不仅没有持续增加 而且水域面积还有所扩充 更重要的是 丰富的溶水形成的潜流河滩 构成了赛里木湖新的领域 湿地 也由此吸引了种类繁多的真琴 在此栖息繁衍 正是由于冰川这一保护神的默默奉献 赛里木湖不仅没有像爱比湖和罗布泊一样 过早地走向衰落和消亡 而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座蓝宝石一般清澈纯净的大湖 以它独有的方式 默默滋养着周围广阔的区域 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在充满神秘色彩和传说的背后 下下表达的是 人们对这片湖泊无上的崇敬和热爱 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 赛里木湖散发着的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穷魅力 通过对赛里木湖湖水 及周边区域地理地貌状况的详尽调查 考察队发现赛里木湖之所以被称为静海 除了它宽广湛蓝的湖面 让人心生对大海的向往之外 这里纯净的水质 以及优良的生态环境 才是它成为西域高原一颗明珠的真正地气 历史上赛里木湖就曾经是一片水美草状的绝佳之地 如今历经变迁 在新疆许多内陆湖泊不断萎缩直至消失的今天 这片湖区依然还能够保持它宽广的水域和瑰丽的风景 这不能不说是大自然以及冰川对这片区域的特殊的亏损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